我神探論出山 一定會找出頭寶的盲點 金寶 幾天前我打電話 去保險公司問問時 他們說我還要報單失效 陳司拉沒理由 單單沒理由無緣無故失效 嘿,兩位,吃甚麼 啟啡呢 麻煩你 啟啡?很快的 不如你要一杯鴛鴦吧 麻煩我要一丁麵 一丁?這麼寡? 不要了,就交啤箱箱吧 好吧 寶,我交了保險代理幫我交保費 最近才知道他最近大病進了醫院 可能是單單過了逐保期限 都未交保費 結果單單失效了 我哪會交保費那些東西 那個保險代理很好心 他說幫我交 那我就大安止意 把他交給他 等一會 盲點已經釋貨了 關鍵就在你的耳朵上 你就是臭耳朵丸 剛才我叫你吃丁麵加啤蛋 你想也不想,你就說好 擺明,這就是勁武主見 雙蛋,丁麵 保單持有人在交保費時要留意 最好直接向保險公司交保費 保險公司指定的官方繳交保費方法 通常在報價單、保費及逐保通知書內會載明 盡量不要托保險代理代交 我們中介人的操守和誠信很重要 要得到保險公司授權 才可以代收保費 若果真的要幫客戴收保費 都一定要嚴格按照公司規定 還要即時妥善入帳 數目要分離 中介人 更加不應該把保費及個人資金混合 就像這杯鴛鴦一樣 混在一起 如果中介人沒有審診及盡責行事 例如不當處理客戶款項 你可以聯絡保險業監管局 若查名屬實 他們有權採取紀律行動 例如譴責、罰款或吊銷牌照 確保保單持有人受到保障 我一眼看得出你不是普通的適應 說起逐保 之前我買了保險 都不知道何時要逐保 我怎麼搞好 有些保單是要每年逐保的 保險公司一般都會在你保單到期之前 發出逐保通知書提提你 不記得逐保的話會失去保障價 所以在買保險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保單到期日 逐保需支和方法預留時間安排 留意保險公司 可能會在你逐保時調整保費 所以在你決定逐保之前 你要想想這個計劃 是否仍然符合你的需要和預算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找保險公司和中介人問一下 真是謝謝你,阿神探論 阿神探論,你漏了東西嗎 為何你的心跳會去到二百 你喝了一杯鴛鴦,你就明白了 很甜 不知道下一集 錦保會遇到甚麼投保事件 看見錦保一次又一次進步 了解到客戶的需要 提供到專業的服務 那我 是不是就快要攻城身腿呢